這個立陶宛已經告訴我們了 這個熱愛自由民主的人民 是應該互相協助的 互相照應的 這句話哪裡說錯了 所以我們現在才有個抗中大聯盟 不然怎麼去對付那些惡魔惡霸 可是你看 李德偉怎麼講 我們在乞討疫苗 台灣又不是沒有錢 我們須淪落到跟乞丐一樣 去跟人家乞討 還去跟人家第三世界 搶疫苗分資源 而且還說立陶宛要送我們疫苗 可以啊 那送來我們就付人家錢 這很傲慢 我好像聽到一個園外跟頑固子弟 在那邊講話 還搖著虧心 我是覺得 國民黨應該懂外交的人 比我們民進黨還多 怎麼會淪落 墮落 低劣到這種程度 講這種話笑話 那個是低劣 人家不見怪的話算怎麼賺到 你知道我先講個秘辛 跳到最後面的講 日本幫助台灣 他是認為說 你們台灣對我很好 311對我們很好 我是來報恩 然後我們是自由民主的陣營 我們應該互相幫助 都很正當 國際社會本來就互相幫忙 你每天都講施捨啦 乞丐 真的 日本的下一波疫苗要分享給台灣 因為這樣子要重新考慮耶 很嚴重耶 就我了解現在真的再重新考慮 那本來我們可以又多一百萬 兩百萬劑疫苗進來 吃國際互助的狀況 你國民黨出那張嘴 拼命要叫中國幫忙 就不叫乞丐 我跟你講 中國疫苗進來 他們都會講說 哎呀進來了太好了 不好意思我都打過AZ了 你們慢用 真的 我跟你講 這些國民黨權貴會害死 像小平這種還要選票的 真的 我講幾個疫苗的事情滿有意思的 你知道中國也捐了一批科興 五十萬劑給越南 之前不是有一些媒體故意亂寫什麼 越南買了好多啊 泰國買好多 越南根本沒有買到疫苗 他也沒有錢還在募款 越南大概打了兩百多萬劑 然後泰國買AZ下訂單買了好多喔 到目前為止只收到十二萬劑 那現在送了五十萬劑給越南 你知道越南政府 我以前以為他們屬於共產制度 我想他們那麼有創意耶 他現在決定正式開記者會 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送越南五十萬劑科興疫苗 本國決定這個疫苗優先用在住在越南的中國人 然後越南人要去中國讀書的 要入境中國的 也可以優先施打這批疫苗 是啊 那打祖國疫苗沒什麼不對啊 中國的小粉紅氣壞了 中國小粉紅幹嘛生氣啊 你們這個歧視 奇怪的 你們的疫苗 你們的疫苗科興打在住在越南的中國人 這叫歧視 上次我們張炎廷那個前空軍副司令 不是講一樣的話嗎 對啊 還被出草耶 出真耶 那另外一個疫苗的事情是 剛才學位有提到 這個是紐約時報去做統計 每一週統計本週十大疫情嚴重國家 那最近這個十大疫情嚴重國家裡面有四個國家 塞歇爾 蒙古 智利 巴林 我告訴你這四個國家 列為最慘的四國 他們打疫苗 不是你們想像打這樣子而已喔 他們是打兩次囉 已經打兩次了 中國國藥跟科興都打兩劑 達到五十趴到六十八趴 這四國 最低的那個國家是五十趴 最高的打到六十八趴 是兩劑 如果只打一劑的話 就都打到八成了 結果全面爆發疫情 一發不可收拾 那巴林比較有錢 巴林已經正式說 沒關係我們打第三劑 第三劑要打國藥還是科興 沒有我們第三劑要打其他的品牌 所以表示說中國的疫苗的那個 他就算覆蓋率高可保護率低 這是有問題的 所以回到我們講立陶宛這個事情 立陶宛 我去過他們國會 那也跟他們來台灣我也接待過 立陶宛這個國家第一個 他人好高喔 他籃球喔 我大概全世界 一個不到三百萬的國家 他的籃球可以讓美國NBA 都怕被他打敗喔 我那時候去立陶宛國會的時候 剛好他們在他們立陶宛國家隊 跟美國的USA就是NBA組成的隊在比賽 哇大吉祥大家都在看籃球 那他們裡面講的話 讓人家感動就是說 不好意思 我就只有這些 我盡量輕兩萬劑要分享給你們 真的感動耶 我們當然謝謝美國的兩百五十萬 也謝謝日本的一百二十四萬 可是你看到一個人 我們台語時都說的 米安仔裡面都沒米了 還在輕 這就真朋友 所以美國援助 不代表我們是乞丐 我們有能力 我們去幫助別人 也不代表別人是乞丐啊 否則我們現在可以講啊 全世界都是晶片乞丐 對不對 德國晶片乞丐 美國晶片乞丐 你這樣講你還有朋友 對不對 我們晶片是我們的本事 那你來拜託我 寫信拜託我 那代表我的重要性 大家互相合作嘛 所以也因為王美花那時候 不是找了晶片廠說 我們增加產能 你看美國人有感受嘛 所以我幫你晶片 你幫我疫苗 自由民主社會互助互利 有一天有人要打台灣 大家互相幫忙 這個叫互助互利 對 李德偉那什麼口氣啊 我們又不是沒錢 來兩萬劑來 錢給他 你把人家當什麼了 你把那兩萬劑的心意當什麼了 今天 好我跟小平 我有困難 小平說我這邊就 我口袋裡面剩五百塊錢 你都拿去 我是要該說謝謝 還是要說 才五百塊錢 市議員幹什麼的 就是這感覺 那李德偉不是欠打嗎 對 我就怎麼都受過教育的人 這是平常為人處事都不應該這樣講 怎麼把國家外交的事情拿來這樣破壞 出了一個羅志強 每天在那邊講 講的比中國共產黨還要尖酸刻薄 而且講台灣是乞丐啦 這些國家是施捨 最早是環球晚 也就中共的環球時報開始 接下來換國民黨的隔石院的院長 接下來換國民黨的黨主席背書 然後中國的央視又拿回去再做一次 但是整個產業鏈好清楚啊 可不可以想一想 你的坐標跟你所愛的地方 是台灣這個地方 對 中華民國台灣是兩千三百六十萬人的國家 我們如果真的淪落到乞丐 你講也就算了 可是擺明的是 應和著共產黨的戰術在破壞 何苦 而且台灣從頭到尾就不是買疫苗 疫苗買到了 是供應的問題 那供應不上來 我們的政府 因為外交上的成就 可以讓這些國家供應幾百萬劑 這不該鼓掌嗎 而且很矛盾啊 他一方面在立法院 不是 那個執政黨 我叫你馬上買三千萬劑進來 馬上三千萬 馬上三千萬劑 你就算不夠啊 還拿個牌子 走路走路到總統府前面 給我疫苗 那個比較像乞丐 你知道嗎 就是一群人拿這個牌子 給我疫苗 其餘免談一直走 那這個政府買也買了 要求供貨也供貨了 COVAX、莫德納、AZ 都要求我們來供貨 然後再透過我們外交累積的實力 人家美國全世界第一個 送來台灣 對 即使雨先給你 日本全世界第一個送來台灣 遠在北歐波羅地海三小國 想辦法弄兩萬劑 九月份要送來台灣 那這個是我們外交的能耐 應該說這政府厲害 人家送貨送不來 你有辦法從其他管道取得 侮辱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 這樣去侮辱人家的時候 你在看這段時間 美日或世界跟台灣的友好 國民黨都扮演什麼角色 去松山機場趕快亂 然後韋德奇、捷克來 去跟他講美豬 然後呢 這個AIT 要於安排見面 拒絕見面 這些事情都還在 那現在做這樣的事情 我倒期待我們有好的在野黨 如果國民黨裡面有人認為這種 乞丐說是不對的 話要講出來 不要讓你們那個主席 一天到晚 去背書羅志強這種事情 這對國家很傷 非常傷 如果日本下一波疫苗不能來的話 這個言論絕對是原因之一